人这一生能否觉悟 有时就在于一生之间 我听说只有觉悟的人 才能找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那你能找到吗 大家好我是白灯雪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人生之乐 人生之中有最大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快乐 怎么做才能避免痛苦 应该靠近什么又舍弃什么 喜欢什么又厌恶什么 有人想到这些就会感到迷茫 有人却会觉得嗤之以鼻 这些问题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听起来都觉得有些可笑 现在世人所尊宠的 无非就是财富 地位 权利和名气 所认为的快乐是身体的健康 食物的丰盛 住所的华丽和汽车的尊贵 所厌恶的是贫穷 是卑微 是短命 是恶民 这些不都是明白着的事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听说追求这些的人 一共有四种 没有的人伤心自己得不到 拥有的人担心自己要失去 没有的人在得到之后又要担心 拥有的人在失去之后又要伤心 这么看起来的话 是人所追求的不是痛苦吗 我们所认为的志乐 往往都伴随着更大的痛苦 所以世界上充满了伤心和担心 伤心的人多 担心的人少 积攒了超过自己所能享受的财富 多出来的就是货短 坐上了超过自己所能掌控的位置 就要夜以继日的担心无法自保 那照这么说的话 难得要做个穷人 做个卑微的人吗 有的时候我也会感到迷惑 所以才写下了这篇质问 人生在世 忧愁就是生命的伴随物 就算长手卢捧足 也总要担心 不知道自己会何时离去 作为一个忠诚来说 天下安宁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所以他才会劝贱暴君 甚至不惜要以生殉果 这种行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 如果是好 却因此失去了生命 如果是不好 却又替他人保全了生命 因劝贱周王而被诛杀的笔杆 一直都是忠诚的标杆 但因为劝贱成族 而被诛十足的方孝如 却一直被认为是个愚忠之人 所以有人说 如果忠诚的劝贱不被接纳 那就退让一旁不再去征戒 这样忠诚也就不会被退路 可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去劝贱 却又不会留下忠诚的美名 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到底算快乐还是不快乐呢 难道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最大的快乐吗 还是说快乐 就必定伴随着极大的痛苦 如今世人所追求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快乐 有人对我说拼命追逐 坚持努力 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尽头 就是人世间的智乐 但我却并不能感觉到快乐 当然也不能感觉到不快乐 那什么才算是人间的智乐呢 我认为无为才是最大的快乐 但在世人看来 这个虚无缥缈的无为 却又是最大的不快乐 所以我渐渐明白 知乐无乐 知欲无欲 最大的快乐就是没有快乐 最大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古之真人都说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让自身存活 而只有无为 它可以真正保全自身 苍天的无为就是清虚明澈 大地的无为则是着重宁迹 天地共同的无为 促成了万物的生长 而万物的无为 才衍生了这个世界 可问题就是 天地的清零是因为无心 无欲 无所做却又无所不做 而作为一个人 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 今天这一期是庄子的智乐 尝试寻找的 就是人生之中最大的快乐 就是人生之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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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在去楚国时 曾在荒野中迷失方向 正在愁出之间 突然在远处的草丛中 撇见了一个人性骷髅 外表沧桑 横在野草丛中 不知被风雨吹打了多少年月 庄子跳下马 用鞭子敲打了几下骷髅 骷髅发出框框的声响 就像是在与他对话一样 于是庄子敲打两下问道 先生是贪图身体享受 违背养生之道 从来这样的吗 框框再敲打两下 还是因遭遇了亡国大事 被人追杀才一命呜呼的呢 框框再敲打两下 亦或者是做了什么丢人的事 怕给父母妻女留下耻辱 才羞愧自尽的呢 再敲打两下 还是因为遭遇了寒冷 或是饥饿的灾祸呢 最后再敲打两下 要不就是静享天年 自然老去了吧 说完之后 庄子在原地点起了一堆篝火 随后挣着骷髅睡去 到了半夜 庄子梦到了骷髅的主人 骷髅主人说 听你说话 就像是一个善于辩论的人 但你却一直没问到点子上 你先前说的伤心事 都只是你们活人的烦恼 也就只有你们会挂在心上 没有一个死人 愿意去回答活人的问题 不过你想听一下死人的快乐吗 庄子点点头 骷髅主人说 人一死 在上不会受到他人的统治 在下也不会受到官吏的刁难 不会再担心生命的终结 也不再去担心阶层的差别 不用再计算时间 不用再担心冷热 比任何一个国君都要快乐 显然庄子不太相信 所以说 我和主管生命的神使老有故交 可以让他恢复你的生命 赐予你一副形体 然后再送你回到故乡 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伴 你愿意的话我就同他说一声 你看这样行吗 庄罗主人皱眉醋鹅 突然忧患地说 你要我放弃做国王的快乐 再回到人间受罪吗 这里的关键是看淡生死 而不是追求死亡 有一次 齐桓公和管仲歪出打猎时 无意间看到了一只怪物 但是只给管仲看 他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难道我是看到鬼了吗 齐桓公也说不清楚 自此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 一连几天都没有出门 后来 有一位叫做皇子高娥的人 听说了这件事 就跑去见了齐桓公 皇子高娥说自己与鬼是好友 可以为齐桓公解开疑惑 于是齐桓公就问 真的有鬼吗 皇子高娥说当然有 天上有天上的鬼 地下有地下的鬼 水里有鬼 墙边有鬼 到处都是鬼 齐桓公描述了自己所见之后 皇子高娥又说 一看到的鬼是尾蛇 他的身躯大炉车骨 长炉车圆 穿着紫衣戴着红帽 他最讨厌听到雷车的声音 见到他的人恐怕要成为霸主 齐桓公听了开心大笑 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鬼 之后疾病就自愈了 可是真的有鬼吗 皇子高娥说当然没有 鬼都是新鬼 我也只是去除了桓公心里的鬼 人世间最大的智能 就是没有快乐 因为世人在追求 自己所认为的快乐时 难免要遭遇更大的痛苦 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当一个人 能够摒弃生活中的苦恼 将疾病认为是变化 把生死看作是自然 排除掉任何能使人 忧伤的事情后 也就发现了没有烦恼 才是人间最大的快乐 那么今天的诺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灯雪 我们下期再见